六庄二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庄二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你幫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相信沒有人是未經歷過的 就是牙痛 我們中國人都有句說話 牙痛比大病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問題 如果發生在人身上 很困擾的 希望袁醫生可以用你的臨床經驗 給我們的聽眾 可以解決辦法 首先想看看 牙痛有沒有分幾種 成因是怎樣 或者是有些處理得不好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後遺症 麻煩你幫我們解釋一下給聽眾聽 我相信沒有人沒有經歷過牙痛 我想百分之百的人都經歷過 痛起來真的很辛苦 我真的有時都遇到一些朋友 然後告訴他們 打電話來叫救命 怎麼辦 好了 當然牙痛 可能牙本身有問題 是 或者牙肉的問題 或者周圍的黏膜問題 都可以導致牙痛 症狀呢 介乎由很少少的痛 到很嚴重的痛 通常使你咬 嘴咬的時候有問題 亦都可能影響冬、熱、飲品、涼、凍風 都會導致的 那經常導致牙痛的普通的原因 就是牙鑄牙 這是第一 牙瘡 生牙瘡 或者牙的神經線特別出現敏感 或者是因為做了牙醫去做了牙科的程序 亦都有可能是因為鼻鬥發炎 或者甚至乎是創傷 而導致面部神經就受了損害、損傷 這都是可能導致牙痛的原因 好了 一般牙痛都是不是那麼大問題的 但是呢 有些什麼的後遺症呢 可能呢 就可能是牙瘡 或者可能那個神經線死亡 那這個呢 我很多時候呢 我都發現那些人呢 就突然之間經歷過牙痛了 可能幾天 然後呢 他就不痛了 然後那隻牙呢 就慢慢就開始死去 鬆了 那沒多久呢 你的牙瘡越來越鬆 所以那隻牙呢就脫落了 那通常呢 都是那個牙的神經死了 那那些人就去導牙根 是不是就去導牙 但是都是 就是不會說長久的了 都是幫了一會兒 可能令牙開 用多幾年這樣 最多最長 但是最後他都會死了 那或者呢 牙掉了 或者可能呢 就是有一些的感染 嚴重的感染 沒有好好的處理 那可能呢 是導致一個整體性的問題 那在治療病裡面呢 尤其是早年的在德國 他們呢 有一班牙醫和西醫 結合的醫生呢 發現呢 其實很多人類的病呢 都是跟我們那個牙齒有關的 尤其是牙周病有關 那所以他們也有很多的資料呢 顯示呢 哪一隻牙呢 是會影響哪一個 我們的經絡 而導致呢 哪個身體部位出現問題 那這個他們是一個很詳細的研究的 那所以也有人知道 有一些 曾經有一位牙醫自己說 其實所有的人類的病呢 都是由那個牙醫搞出來的 那就是說呢 牙齒處理得不好 是 導牙根導得不乾淨 或者不懂得導牙根 那補牙用很多不好的物質 用一些水銀等等 那其實很多病呢 在牙那邊呢 慢慢你發炎呢 是導致整體系統性的 那就是說呢 牙齒對我的健康是 是反映很大 很直接 很關鍵的 那所以我要好好地 護理我們的牙齒了 那遇到那個牙痛呢 第一件事就要看看牙齒 變成紅紅種種啊 變成紫紫的啊 那還有呢 看看有沒有腫脹的部位 好了 那也都要聽聽病人說什麼 那如果病人說我頭痛呢 那個牙痛呢 痛到我發瘋了 那我就會想那個什麼呢 那個羊金谷辣 我經常和大家經過了 有時候呢 發炎症啊 什麼原因都好 牙痛啊 耳朵痛啊 之類之類 那發臉呢 就是痛到呱呱叫 大哭大聲 那個脾氣呢 發了脾氣 那是怎樣哄一哄不到的 那這個療劑的症型呢 就是羊金谷 Chamamela 好了 那如果告訴你呢 我的牙痛呢 就是 如果我喝涼東西呢 那個牙痛都很厲害 那你要即時呢 就想到呢 就是咖啡了 咖啡 一口涼東西呢 就令到牙痛都很厲害的 那如果有人說呢 他說呢 我那個牙痛呢 應該有牙瘡啊 這樣 那可能這個凌智度呢 對那個痛特別敏感啦 那同時呢 覺得呢 我牙呢 其實有些很多口氣的 好像那些 那些陳舊的痴死味 那如果你聽到這些 這樣的資料呢 你會想到呢 是那個療劑 就叫流化鈣 Hipasulpharic Hipasulf 流化鈣 好了 那如果聽到個人說呢 他說呢 他痛到呢 就是痛到我就發瘋了 那還有呢 我口氣呢 有一種很古怪的口氣 那 那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那也都發現呢 口口呢 就很多口水 或者口水多了 痛到口水多了 那這個的正形呢 就是拱 是mercuri 水銀的療劑 好了 那如果我告訴你呢 我那個痛的地方呢 是左邊的上顎 那些大牙 痛得很厲害 試過很多東西都不行 那你可以簡單呢 就想一個療劑呢 就叫做 車前草 Plantago Plantago 車前草 那當然要問一下 就問什麼時候開始 那是痛哪一隻牙 那是否在局部呢 還是他有放蛇出去呢 那又問一些問題 以前有沒有這個出現的問題呢 看看有沒有 是否剛剛去過牙醫 那裡搞過牙呢 那就是 小心聽一下那些痛 是怎樣痛 那有些什麼 令到那些痛會好些 或者有些什麼 令到那些痛會差些 那就看看牙筋本身 牙床本身有什麼問題 那再留意一下 就問一下 就是他有什麼 就是他情緒 又會有沒有牙痛而改變 都很厲害 那這都是 就是中醫所謂 我們要看文前 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療法那個 找療劑呢 其實都很重要的 好了 簡單一點呢 給大家一些指引一下 就是怎樣去應用呢 好了 如果你遇到牙痛 是痛得 他人很癌症 皮膚很差 那你要想 有兩種療劑呢 第一就是 Charmamilla 羊金谷 或者Hipersol 那個流化鈣 那這兩種療劑的 就是這兩種療劑的 都是很敏感的 對那個痛 是很很很很敏感的 好了 如果發現呢 如果他喝咖啡呢 就會令到他痛更加厲害的 那你都可以想到那個 Charmamilla 都是羊金谷 OK 如果你說呢 喝一些冷水呢 令到那個牙痛呢 就舒服一點的 冷水暖了又痛了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咖啡了 叫Fear OK 那如果是那個牙痛 牙痛呢 是因為牙瘡 你有沒有看到牙瘡的 很敏感的牙瘡呢 那你想呢 是那個流化鈣 就是Hiposophorus OK 如果這個牙痛呢 是同時伴有的 口氣很重 那個膩胎很厚 還有很多流口水 那樣呢 就是那個療劑呢 就是Mercurius 水銀 拱那個 OK 那如果那個牙痛呢 是很厲害的 很難頂 那不是呢 就是局限於 左邊的臉呢 那就想這個Plantago 車前草 就是這幾個簡單的療劑 那通常我用很簡單的 每15分鐘用一用 用它幾次 用30私下 每15分鐘吃一劑 那通常呢 吃幾劑之後呢 就應該有效的 就應該會發生效果 如果不是呢 那就是療劑不對了 那就可以發快去轉 第二次療劑 好了 一般的情況呢 我們服服療劑呢 我們那個期望會 就是什麼時候 好得多快呢 可以這樣說呢 通常15分鐘之內 你會看到的效果 或者幾個小時之內 就應該看到的效果的 OK 好啊 那袁醫生就幫我們 剛才簡單介紹了 有五種療劑 那除了用療劑之外呢 其實如果牙痛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其他 什麼自然醫療的方法呢 可以處理一下呢 是啊 那相信很多人都會 第一時間都會試試用冰敷 因為冰呢 第一可以令到你那個牙肉 那種痛呢 即是可以麻木了它 就算冰本身 起碼麻木了它 有些人都會覺得沒有那麼痛 那另外一種呢 那種呢 那種呢 那種香薰油呢 叫做丁香油 Clove Oil 丁香油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會塗落 即可以用在那個牙痛的 但是呢 在我們的同外療法呢 因為很多的有香薰的油呢 可能會解掉同外療法的療劑 所以呢 你用那個時候要留意 OK 就是你用丁香油的時候呢 如果你同時用那個療劑呢 有機會那個療劑呢 就是被它干擾到呢 是發揮不到的效果的 那當然也有些人吃止痛藥啊 太陽來自此類啊 那當然啦 如果家裡有具備 所以我們很強調啦 就是大家聽眾 就是我們聽了我們 那麼多次教導 指引大家 我們公司是有一種 有一個我們叫做 一個套裝的 將我們五十幾隻 經常用得著的療劑呢 就大家可以一次過 買回家製在家裡 有什麼事的時候呢 可以聽這個節目呢 去找這個 參考哪個療劑做有效的 嗯嗯嗯 那余醫生 麻煩你再詳細一點 幫我們呢 就是將那五隻療劑的 那個應用的那方面呢 再詳細一點解釋 給我們的聽眾聽 可以用得更加準確一點 那如果有 就可以記住的 有筆記記住它 那第一個呢 就是那個Cammer Miller 就是那個陽金谷 陽金谷的痛呢 是痛得很激烈的 痛到那時候呢 通常呢 就是咖啡啊 熱飲啊 會令它差 或者吃東西啊 那通常呢 暖的環境會差一點的 而冷的環境呢 可能會好一點的 那也都有些人呢 就是因為懷孕 那個期間出現了一些牙痛 那通常呢 就是冷飲會舒服一點 暖的環境會差一點 那人呢 那人呢 就很情緒很差的 那人呢 很情緒很炒 你怎樣去哄他呢 都哄他不了的 那這種的人呢 是特別最痛呢 特別怕 特別敏感的 那這個症狀呢 就是那個Cammer Miller 那個陽金谷 那第二個療劑呢 是咖啡 Coffear 那咖啡的那個症狀呢 通常呢 那種牙痛呢 如果含一些冷水 冰水呢 就會舒緩一點的 那當那些冰水變回暖 又會痛回來的 那咖啡呢 這個療劑的人呢 都是對那種症狀特別敏感 情緒特別是激動啊 那樣子 就像喝酒咖啡的人呢 那個腦袋呢 特別激動啊 是 那第三隻呢 就是Hepasulfurus 流化鈣 那流化鈣呢 那流化鈣呢 通常那種牙痛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因為牙瘡 那你看牙瘡的 那導致那種痛呢 是非常之痛 那凍得不行的 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少少凍風吹傷呢 哇 就痛得很厲害的了 那而口腔呢 都有一種 好像那些 那些陳舊的痴死味的 那Hepasulfurus 的人呢 怕冷啦 怕觸摸啦 喜歡暖啦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流化鈣 這個主要的陣形 好了 那第四隻呢 就是那個拱啦 水銀啦 那水銀那種痛呢 就是那種撕裂的痛啦 蛇痛啦 或者那種那種那種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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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噴聲的那些痛啦 通常呢 是會出現在那些牙那裡 就是那些豬的牙啦 或者牙周牙根的尿那些 那些出現的問題 而這種痛呢 有時候牙痛呢 就會伸展到耳朵啊 或者那個 或者面株那方面的 那這種牙痛呢 晚上尤其是厲害 吃東西會差 或者吃些熱的東西 或者冷的東西 都會影響它痛的 或者冷又不行 又不行 那看著牙胎呢 通常都是有很好的牙胎的 那還有呢 口氣比較重啦 有時候那個病者患者呢 就覺得呢 口裡邊有一種金屬的那些味 那不斷地流口水啊 那比平時特別流得多的 那這種的情況呢 就是又怕冷又怕熱 那這個就是那個拱那個療劑 那個阵型來的 好了 最後這個呢 就是plantago 車前組 英文叫做plantain 這是一個很常用的 見得到的西草藥來的 plantain 車前組 那通常呢 這種的牙痛呢 通常呢 是左邊特別痛的 當然也是很頂不上那種痛 那如果你觸摸它啊 或者呢 凍暗熱啊 折觸都會差的 那隻牙呢 特別敏感 就是你碰的牙本身呢 都很敏感 還有呢 這種的痛呢 就會由左邊呢 就是一種射痛的 也都會有那個 口水流得多 那一種痛呢 也都會有些東西轉下去 就是很劇烈的痛 那有些人呢 就是 就是經常呢 就會這樣用那個plantago為主 那但是呢 大家知道呢 plantago這個的車前草呢 主要那個牙痛呢 是局限於左邊多些 OK 那就是這幾隻的療劑呢 大家學用了之後呢 就會很多情況之下呢 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嗯 多謝阿袁醫生和我們分享 聽了幾隻的療劑呢 那真的呢 如果常備了療劑在家中的時候呢 因為牙痛這件事呢 沒有什麼的時間 一些什麼的 可能呢 那些東西突然間就出現到 那些東西這樣的時候呢 大人小的哥呢 都會 當你有牙齒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有牙痛 有牙痛呢 也都會可能呢 如果處理得不好 就真的比大病 那要免除了這些呢 的痛楚啊 及早治療的時候呢 就家中常備了療劑呢 那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刻呢 都可以可以治療到 也都不會呢 就是說 有些什麼後遺症啊 之類的 引發了出來的 的情況之下的呢 嗯 好了 那就多謝阿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的分享啦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阿袁醫生做一個 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那如果想查詢一些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打電話到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 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回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在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尋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啦 好,今天謝謝你,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多謝大家